这个老爷们要越狱 趁干活的时候 头膜揣走四颗螺丝 撕下胶带牢牢粘在肚皮上 随手拿起扶画打掩护 以防预警搜查 到了中央大门 男人疯狂冒冷汗 原地洗了个热水澡 为了冷静下来 赶紧扒的扒的几口烟 故作淡定和预警唠嗑 谈天谈地聊艺术 结果一个没完又来一个 狗蛋一颗心 瞬间跳到了嗓子眼 一旦搜身 四颗螺丝一颗四年都算少的 结果万万没想到 预警单纯欣赏他的才华 二话不说 直接放行 回到监区 狗蛋急忙和室友小强炫耀 看我的大肚皮 呸 看四颗螺丝钉 工具到手 俩人麻溜开干 将床挪到大门口 挂上衣服和毛巾 遮挡一角 一人拿雷达望风 一人揪着螺丝钉 狂凿天花板 经过几天仔细观察 狗蛋发现监狱没有外墙 没有礼板 如果能在宿舍天花板上凿个洞 就可以爬进通风景 穿过百叶窗 顺着屋顶 爬到另一侧的停车场 绳将下楼 溜走进城 重获自由 一想到心心念念的小树林 狗蛋干劲十足 疯狂给天花板挠痒痒 一天下来 给人家点了一颗痣 为了防止计划暴露 两人拿出画画的工具 在纸张边缘 刷上黑色颜料 完美遮住凿痕 虽然挡不挡 可能都一个样 一周过去 两人成功攥出了一颗大白痣 比原来的 也就大了几毫米 这一速度 蜗牛兄看了都直摇头 狗蛋心里干着急 疯狂琢磨 转头 看见一个废弃 刨木机手柄 拿来当工具 再合适不过了 他慢悠悠走过去 一撇一折 卸下手柄 偷偷放进裤兜 随后趁狱警不注意 和狱友来了个友好交流 手柄瞬间倒了个个 回到牢房 两人用胶带 将手柄牢包了起来 减少工作时的喷喷声 等大家happy打闹的时候 狗蛋围上面罩 马流开竿 用手柄一下一下 敲打螺丝钉 然后将碎屑 装进泡沫杯 倒进厕所 俩人按部就班 准时准点开竿 日子越过越行 进度好 画个笑脸 进度差 就打个叉 这一天 狗蛋干得正起劲 一个不留时 预警随即检查 他着急忙慌 将窟窿盖上 迅速下床 前桌刚着地 后脚预警 直接推门而入 身后工具 都没来得及收拾 大哼哼放在床上 上面还到处 散落着混凝土 狗蛋瞬间 变成狮发刘海 心惊肉跳 汗如雨下 强装淡定 由于平日里 狗蛋性格随和 非常听话 能写会话 大家都十分喜欢 和他聊天 小强安静内向 从不惹事 深得预警信任 在他们眼里 这俩简直就是 乖孩子中的战斗机 最高安全CP 没有任何怀疑 直奔绿色杂志 一般欣赏 满意离开 狗蛋长嘘一口气 开足马力全军出击 四周后 终于凿出个大饼 结果开心不过三秒 呀 买一送一 饼里带了根钢筋 入狱前 狗蛋做过建筑工 大眼一瞧 就知道 这是支撑天花板的钢筋 要想彻底打破 穿过洞口 必须切开 狗蛋思索三秒 又去木工室 偷了几块旧带锯 藏进香烟盒 伪装完美 顺利骗过狱警 通过中央大门 回到监区 他拿出火机 点火加热 将刀片塞进牙刷瓣 干几活来 事半功倍 不出几天 一端成功俱断 狗蛋使出吃奶的劲 整个掰断 瞄准一点 拼命敲打 第十四周 眼前突然出现一丝亮光 那是自由的阳光 两人瞬间士气大涨 为了加快速度 狗蛋决定冒险一搏 右双弱灼 从木工室顺走一块大锤 这玩意又大又沉 一直用来顶门 在工具清单里 没有记录 如果用来凿动 效率绝对杆杆的 而且最近检查不严 只需目视 带回牢房 简直就是小Kiss 心动不如行动 狗蛋麻溜揣上大锤 朝中央大门走去 在心里演示了八百遍 万万没想到 狱警突然拿出了 手持金属探测器 挨个儿搜身扫描 仔细检查 千军一发之际 狗蛋斜眼一瞥 发现侧面有个熟悉的狱警 二话不说 大不流行 瞎扯闲聊 一波友好交流 顺利溜门 在这嘎嘎 每天早上六点三十 晚上十点三十 都会点名 夜间更为频繁 狱警每隔一小时 就会凑合检查一次 为了争取作战时间 两人趁狱警不配 到处剪头发 做假人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2003年7月4号 城中 噼里啪啦 放弃烟火 两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出大锤 开凿天花板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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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板成功 破了个大洞 狗蛋三下五除二 摆好假人 脱光衣服 通漫凡士林 穿过洞口 扒开通风管道 黄西新鲜空气 离自由 只差一步之遥 观察完毕 狗蛋肾上腺素飘升 马流返回 拿十一张床单 造了根超长的绳子 一切准备就绪 2003年7月6号 在凿了102天混凝土后 两人决定离开 狗蛋打头进洞 小强利落断后 两人不仅拿了一套新衣服 还带了肥皂和一桶水 用来洗掉凡士林 晚上12点 狗蛋穿过通风管道 系上绳子 朝楼下抛去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我的个娘 这么老高 不得摔子 小强疯狂摇头 心里直打鼓 我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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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蛋一咬牙一跺脚 二话不说 出六软下 别怕兄弟 看我给你打的样 得 这下更怕了 小强吓得腿发抖 三连拒绝 狗蛋直线坠楼 动弹不得 兄弟我好疼 你忍心丢下我不管吗 说着说着 眼泪巴达 落下 小强一听 腿不抖了 心不颤了 顺着绳子 出流而下 呀 一声兄弟 大过天 两人互相搀扶 穿过公路 一头扎紧丛林 狗蛋看着 心心念念的小树林 感觉自己 瞬间年轻三十岁 回到了那个 纯真的时代 但很快 开心不过三秒 由于没有及时治疗 伤势加重 喝口水 都跟放电影人一样 眼前不断重复 播放犯罪过程 当年 狗蛋入室盗窃 杀害了一名女性 背叛入狱四十九年 她认为 自己罪不至此 不断上诉 我很后悔那样做 但四十九年 前一条人命实在太多了 一晃十五年过去 上诉全部被拒 与此同时 纽约州北部 爱尔迈拉监狱 警铃大作 迅速展开抓捕 在各个路段设下卡点 派出直升机 全面搜索 狗蛋伤痕累累 身心俱疲 行动不便 小翔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躲在停车场 仔细观察 瞄准车车 精准出击 一桌油门 扬长而去 车主气急败坏 吃了一嘴灰 直接报警 警察全军出击 全面包围 越狱不到三天 重返监狱 就像是一场梦醒了很久 还是很感动 一波骚操作 刑期成功加强又加量 狗蛋加刑七年 十年单独监禁 小强被判单独监禁 七年半